你 不是谁呀 郡主 你好歹是个总管之子 怎么这么没有规矩啊 你 你 你要是敢 怎么样 我 郡主 你该不会以为我对你图谋不轨吧 这里可是皇宫 我可没拿胆子 谅你也不敢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郡主 太后寿宴在即 郑国公却暗中派了江绿世子 去了浊安 这朱安可是离万寿山最近的一级卫所 我大胆猜测一番啊 你们江家是想帮着陛下 在太后寿宴当日 逼太后还政 你这是胡乱猜测啊 你这样的话在宫里头说是要被杀头的 郡主 你能不能让国公爷 把寿宸的安排告诉我 并且在寿宸当日 让我去见曹太后 我困了 走吧 你先别着急赶我走呀 我是想来和郡主做笔交易的 我哪有那么多交易好跟你做的 那倒未必 我想了想 你们江家是陛下的人 若从曹太后那里 帮我拿到神鬼兵器图 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合作 让我成为曹太后的人 这样我拿到神鬼兵器图 我们就容易得多了 那你想要怎么做呢 太后还政当日 由我出面守护太后 太后受臣的时候 由我们李家出面保下太后 这样你们江家 也不用担下忤逆太后的骂名 你觉得如何 这些事情关乎江家的生死 这些事情关乎江家的生死 我怎么相信你 投名状 你手握这封投名状 若是我们李家返水 你自是可以拿着这个 让我们李家满门超斩 你要想知道 万寿山寿宴的具体安排 拿着这个玉佩 去找我的大伯父江振元吧 如果坏事 提头来接 我要你投做什么 下棋果然还是得找旗鼓 相当的棋手才是 什么声音 诶 琴珂 我有点想睡了 你先出去吧 是 李谦 郡主怎么知道是我呀 守抗宫是什么地方 除了你 谁会这么没规矩啊 你 大晚上的你来做什么 那个 上次你偷偷出宫 受的伤 想必也不会去太医局 请医症吧 这个是专制扭伤的药杠 你要不回头试试吧 参见太皇太后 参见太皇太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放肆 对不起 不是 你 这个给你 记得擦 我弄到他来关心门郡主 这次可是被曹太后抓到了小辫子 连太皇太后都护不住了 明日便是迦南郡主的生辰了 看来要再丝过堂过了 听说那丝过堂啊阴冷得很 就迦南郡主那身子骨 魏一夜怎么吃得消啊 就是啊 你们说的迦南郡主被罚贵 怎么一回事啊 这全宫里都知道 你竟不知 是啊 迦南郡主诬陷轻衣献主 拿了自己的水晶珠 在南三所还大闹了一番 还惊动了太皇太后呢 结果那水晶珠 却在迦南郡主 自己的寝宫找见了 明日台后娘娘 本来要颁布议旨 给迦南郡主封后 如今看来 是要泡汤了 别说 别说了 娘娘们还等着呢 嗯